我们这一讲呢 准备把刚才的这些特征数据 加上规一化的这个处理 这个规一化的处理呢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在刚才已经把数据读出来以后 然后呢我们对每一列 注意了啊 这每一列指的是对特征数据列啊 也就是0到11列啊 总共12列 最后一个标签结果 你不要去做规一化 对前面12列的每一个特征值 都去做什么呢 去除上一个它的最大值 减去最小值这样的一个操作 写成程序呢也很简单 就是4i in range 12 然后呢对于它的这个所有的行 DI列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的这个DI列的值 除以DI列的最大值减去最小值 那么就可以了 那后面呢还是像刚才一样 就是x data 取值呢是全12 然后y data呢是第12啊 就是最后一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已经做好数据预处理的呢 我们的特征数据呢 都做了01的这样的一个规一化 其他的代码就不变 好 然后呢读入这个数据文件 然后显示一下当前的这个数据 然后做一个类型的转换啊 把它转换成为南派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这一块呢 就是刚才新加入的特征数据的规一化 而对于0到11列 总共是12列这个数据 做01的规一化 那么用的呢就是这样一个for循环 就能搞定了 好 这个呢已经处理好了 后面的代码呢就和前面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x data呢是前12列的这个特征数据 然后y呢是标签数据 那这个不用输出了 而构建的模型呢 我们没有做任何更改 然后训练参数也是一样的 定义损失 然后呢我们仍然是用了这个 梯度下降的这个优化器 好我们开始这个生命session 做变量的初始化 这时候迭代训练 也没有改任何代码 然后我们执行 然后我们看结果 现在呢好像就能出 至少能出数据了啊 然后第一轮 然后呢这个loss呢是44.3599几 B呢是等于3.6几 然后W呢它是一个二维数组 它实际上是一个12个元素的列项量啊 好把它输出出来 这是第二轮 然后我们总共呢是进行了50轮训练 这个模型其实训练起来还是非常快的 数据量也比较小 好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最终的这个结果 那么是第50轮 然后Ross呢是已经降到了19点几 然后B的取值是12.1511 然后W呢是这样的12个值 每一个值呢分布有正有负啊 大小呢其实差距也比较大 最大的呢有二十几 最小的呢其实就决定就影响力比较小的 其实只有0.07啊 注意了负20其实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啊 影响小的是它的绝对值越小的 其实是影响越小的 因为它无非是起了一个正向的作用 还是起了一个负向的作用 那么在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的数据 我们盯一下这个Ross这个值 50轮是19年几 49轮也是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后面Ross的这个下降程度 其实是比较低的啊 好像是一直在下降 那从这个样子看 它呢平均的这个Ross一轮下来是在下降 但是呢下降呢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基本上呢我们也差不多 就是50轮左右 也就基本上我们认为可以了 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的去训练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W的值和B值 其实训练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模型呢 训练结果呢其实就已经有了 然后同学们呢就是后面呢就是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一样 就是如你可以去更改一些什么呢 更改超参数 我们讲的调参就是去更改超参数 那你只要把这个 只要把训练的轮次跟学习力 还有呢就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优化器 然后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看一下最后得到的结果会怎么样 当然这个评价这个结果怎么样 一方面呢是看Loss值 如果换了一下它的Loss值比这个要高 那么通常的话呢肯定是Loss值低的效果要好一点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训练出来的模型 用到就是真正的这个数据预测里面 然后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要经过一个验证的过程 好那我们呢经过规刑化以后呢 这个模型训练就能正常的跑了 跑出来结果以后呢 我们下一步呢就要准备开始去应用 已经训练出来的模型 感谢观看